消防员正在寻找受伤的猫咪 突然墙角边传来一阵哭声 走近一看 竟是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 在寒冷的冬天 宝宝就这样被遗弃在了地下室 静佑小心翼翼地将宝宝护送到车上 忙完工作的他立马赶到医院看望宝宝 护士告诉他宝宝的情况并不乐观 但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活下来 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看着保温箱里的小不点 静佑眼神中充满了心疼与怜悯 他轻轻抚摸着只有手指粗的胳膊 生怕一个不小心伤着宝宝 同时也在心里默默为他加油打气 或许是感受到了静佑的关心 小不点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也是这一握住定了两人父子情分 宝宝恢复得很好 但同事却告诉他孩子可能会送去海外领养 这让静佑不禁陷入了沉思 下班回家后 他将这件事告诉了妻子 妻子却提出在孩子送去国外之前 想和静佑一起是看到孩子 第二天他们一起